同学们好,欢迎再次来到MyCalculators Classroom 在这个影片中,我们会学习4.2,Human Reproductive System 我们有两个学习目标 第一,我能够辨认并讲解男性和女性Reproductive System的结构与功能 第二,我能够对比Mil Gamet和Femil Gamet 我们先来学习男性和女性的Reproductive System 这个是男性Reproductive System的正面图和侧面图 我们一个一个结构来认识 这个是Urinary Blader,用来储存尿液,刚好跟Uretra连在一起 不过,它本身并不是Reproductive System的一部分 Seminoversical,有点像蜗牛触角的部分 它的功能是分泌一种粘液Fluid 这种Fluid是给精子提供营养的 准准在Urinary Blader下面的叫做Prostate Gland 也是会分泌Fluid 除了含有营养之外,也能保护精子 下面很像蛋的结构,叫做Testis Plural也是毒虫Testis 负责生产Mil Gamet,也就是精子 还有Mil Sex Hormones,男性荷尔蒙 在Testis外面的皮,叫做Scrutum 功能是支撑和保护Testis 从Testis后面延伸出来的管道,叫做Sperm duct 用来把Testis的精子输送去Uretra Uretra的功能是把精子和尿液排出体外 最后就是Penis,负责在Copulation 性行为的时候,把精子输送到女性的Vagina 这个是女性Reproductive System的正面图 和侧面图 左右的两个管叫做Philipian Tube 这里是Fertilization发生的地方 两条Philipian Tube的尽头 个别有一个Ovary 功能是生产Femule Gamet,也就是卵子 和Femule Sex Hormones,女性荷尔蒙 在中间的是Uterus,也被称为Worm 是Embryo发育和生长的地方 关于Embryo的内容,会在之后的课程学习 在Uterus下面的入口,叫做Cervix 这里会产生一种Mucos,让精子可以游到Uterus 最下方是Vagina 这里是接收精子的入口,也是婴儿诞生的出口 最后,我们来对比Mul Gamet和Femule Gamet Mul Gamet,也就是精子分成头部 中间部分和尾巴,Nucleus是在头部的 而Ovum是一个球体 除了最基本的Nucleus,Cytoplasm和Sell Membrane 外面还有一层Gel Layer 精子需要突破Gel Layer 才能让它的Nucleus和卵子的Nucleus进行Fertilization 我们来看它们的区别 首先是形状的大小 精子是男性体内最小的细胞 而卵子是女性体内最大的细胞 精子由Testis生产 而卵子由Ovary生产 精子能以游泳的方式移动 而卵子是不能动的 它们在数量上也是有很大分别 EML或者ECMQ里的精液可以有60M个精子 而卵子一般上一个月就只是排放一个 小概率会排放两个 关于它们的共同点 首先它们都被归类为Sexual Reproductive Cell 另外它们的Nucleus都有Genetic Information 能决定我们的性别 外形特征等等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如果同学们觉得我的影片 对你的学习有帮助 请记得like和subscribe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感谢观看